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巴黎奥运会终于落下大幕 美国南兰实现奥运会舞连贯 当然 美国南兰也存在很多短板或者问题 比如中风恩彼得 收获奥运喜剧人称号 本职工作不干 其他什么都干 包括带林凯尔特人拿到总冠军的塔图姆 几乎贝科尔弃佑 还有基本全程滑水的哈利伯顿 只需要打垃圾时间就能躺着夺冠 简单来说 在战斗库三位传奇超级的奥运会最后义务 他们三人不负众望 这基本也是詹姆斯加杜兰特加库里 在奥运会或者说过季大赛上的最后义务 庆幸的是 我们见证了三位超级统治奥运会的方式 比如詹姆斯的MVP 库里在半决赛和决赛两场轰下60分逆转乾坤 以及高效的杜兰特攻防稳定贡献能量 但可惜的是 这可能是战斗库三人生涯最后一次联手了 用美美话说 库里不得不继续面对格林和维金斯 詹姆斯和农梅 标习冠身边的队友从布克 杜兰特 道巴村磊和拉赛尔 但内心落差最大的 估计还是杜兰特 今日 刚刚帮助美国南篮卫免奥运会冠军 此季也拿到了美国队史最多的四枚金牌的太阳球星凯文 杜兰特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陆外界颇为关心的退役问题 杜兰特说道 老实说 随着自己年龄增长 以及联盟变得愈发年轻化 我越来越倾向于考虑退役仪式 我已经常想过自己退役后的生活 我希望能继续从事与篮球相关的事业 目前 杜兰特的合同还剩下两年1.03亿美元 从杜兰特的话中不难听出 他已经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了 考虑到现有合同的长度 他很可能在25到26赛季结束后及38岁左右退役 自07年进入联盟以来 阿渡已经掌握了大大小小无数荣誉 包括二多总冠军 四多奥运金牌 拿过一次VP 两次FMVP 四次得分王 如选过时四次全明星核是一次最佳阵容 可以说 阿渡的篮球生涯已经足够璀璨 那么他为什么会突然说到退役者的问题 我们从两个小细节说起 在奥运会之前热身赛 杜兰特一直有伤没打 但小组赛首场对决 杜兰特短短16分钟出场时间 9中89轰下23分 无解的存在 从小组赛到淘胎赛 杜兰特一直都是替补 直到决赛 杜兰特重新回到首发阵容 拿到15分4篮板4助攻 出场时间仅次于詹姆斯 这两个小细节的答案很简单 杜兰特想打奥运会 不然他会选择和伦纳德一样退出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杜兰特对于美国队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对手根本放不了 这一点从詹姆斯到库里 包括科尔都多次阐明 而杜兰特在奥运会的数据 野丁格在场均13.8分3.2 蓝板2.3助攻一抢断 三项命中率是恐怖的54% 加51.9% 加93.8% 可以这么说 因为杜兰特的无私 让库里承代了半决赛和决赛最多的聚光灯 库里不负众望 让詹姆斯实现生涯国家队最后义务的冠军家 MVP 没有詹姆斯和库里 杜兰特能带队夺冠 有詹姆斯和库里 杜兰特能甘心做绿叶 自此杜兰特成为奥运男篮史上首位四金王 2012年 2016年 2021年 2024年 一次奥运会MVP2021年 同时也拿到过世锦赛金牌加MVP 杜兰特在奥运总得分来到518分 是美国篮球历史上首位奥运会总得分过500的球员 而且在五届世界大赛决赛中 四次奥运会决赛加一次是锦赛决赛 杜兰特场均26.4分5.4 篮板2.4助攻1.2盖帽 投篮命中率50% 用美眉B2的话说 NBA历史高特之争 是在乔丹和詹姆斯之间 但是在美国难兰队史上 杜兰特是最佳球员 用杜兰特自己的话说 他享受在奥运会期间 和詹姆斯还有库里在一起的时光 库里的表现是超凡脱俗的体验 哼感激能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 但却定和邀詹姆斯以及库里说再见后 接下来就面对现实了 首先 自从19年夏天离开勇师后 杜兰特努力想证明 四季可以带队夺冠 19-20赛季直接报销 之后20-21赛季哈登来投奔那年 最有机会 可惜哈登常规赛被累倒 后文被垫脚 裁判的吹法也几乎报送雄鹿晋级 杜兰特最大的错误 就是不太信任持球大合 比如哈登 在哈登离开后 杜兰特带队首轮就被凯尔特 扔死到零横扫出局 来到太阳镇两年 一次输给了绝境 接下又是被森林郎首轮 撕到零横扫出局 杜兰特喜欢和得分手一起打球 可是NBA早就到了团队篮球阶段 而且杜兰特持球失误偏高 季后赛效率也在下滑 即便如此 太阳依旧对杜兰特充满信任 且不说去年引进比尔这个雷坠 接下两年1600万叙于奥克吉 4年4400万叙于奥尼尔 敌心千霞达米安里 蒙特莫里斯 普拉姆利 波尔等人 太阳建立在三季投下 赛季总薪资1.5亿美元的基础上 角色球员下赛季总薪资还超过7000万美元 预计太阳队总薪资2.25亿美元 加奢侈税成罚2.18亿美元 太阳老板下赛季要掏出4.4亿美元真金白银 可是这套阵容有竞争力吗 比尔本身就是拖累 自带交易否决全根本送不出去 球队唯一一名正统空位 是底薪的蒙特莫里斯 太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基本和上赛季三人轮流 力棍单打没区别 说白了杜兰特整的生涯 也不适合作为绝对核心带队夺冠 他更像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才 而非帅才 当初在勇士 施库里牺牲了球全家勇士的传接体系 成就了杜兰特两个总冠军和总决赛MVP 可是离开勇士后 真的没有太多收获 国家队生涯基本高一段落 但在NBA 杜兰特真的很难再夺冠了 所以这才是他突然聊起退意的真正原因吧 当然除了杜兰特以外 有艺人应该比他更落寞 洛杉矶媒体提到了伦纳德 解除当初伦纳德在美国队的定装照 提出疑问 美国队要不要考虑给伦纳德一块金牌 均信5000万美元 成美国南兰局外人 你没有退路了 要从当初伦纳德退出国家队说起 在奥运会之前 伦纳德和杜兰特都有伤在身 但是很快美国南兰发表声明 表示伦纳德退出国家队 是美国南兰和快船队共同做出的决定 不过快船总裁弗兰克赶紧扁清责任 快船希望小卡出战奥运会 这是美国南兰的决定 用詹姆斯的话说 伦纳德肯定想打奥运会 生涯基本上就这一次了 泰伦纳德在国家队做助教 也表示伦纳德没问题 可是会船管理层不敢承担伦纳德 在奥运会受伤的风险 导致下赛季竹篮打水 毕竟有过去五年的先例 说白了就是对伦纳德失去信任 但又不能和伦纳德撕破脸 毕竟未来还要合作下去 那只能让美国南兰挡 毕竟还有泰伦纳德在其中周旋 快船给了伦纳德一份三年1.49亿美元续约 均薪5000万美元 而且打压乔治是于逼迫乔治离开 以及过去五年伦纳德没到常规赛末端就受伤 或者直接赛季报销 已经让球队失去耐心 美国南兰又不给伦纳德开工资 快船不愿意做冤大头 根据美眉统计 自从伦纳德来到快船 这五年时间里 快船累计花费了14亿美元 全联盟仅次于勇士 每年都是修赛期总冠军 可是这五年快船最高达到西决 21年夏天如果伦纳德不是十字人带撕裂 很可能就多冠了 而勇士最起码还拿到了22年总冠军 快船呢 今夏快船的操作和一些交易留言就表达了态度 两年7000万许与哈登 两年底薪签夏小波特 三年3000万签夏德里克琼斯 两年960万签夏巴同姆 包括交易来登恩 就在给伦纳德两年时间 甚至说哈登的一加一都是伏笔 因为伦纳德到明年夏天也34岁了 他们逼迫伦纳德退出国家队没错 因为他们尽力满足伦纳德夺冠配置 却什么都得不到 快船队承受不起伦纳德在商了 此外今夏还首次传注关于伦纳德交易传闻 妹妹FW直接给出两个方案 一个是马茨用三手轮签换 一个是火箭拿格林家阿门汤普森家两手轮签换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媒体就是球队的前站和铺路时 重要的是快船已经把下赛季总薪资降到1.733亿美元 最多只需要缴纳620万美元奢侈税 甚至赛季中期 如果战绩达不到预期 他们可以直接避税 然后将伦纳德摆上交易货架 寻求重建资产都行 用老板鲍尔默的话说 他不是不舍得给球队花钱 而是在当下这个阶段 球队要寻求最健康的生存方式 或许伦纳德注定和美国男兰没有缘分 作为2019年带领猛龙夺冠后的联盟第一人 过去这五年时间里 伦纳德的口碑和声誉几乎跌到谷底 乔治帮不了他 他能最多能给球队在场规赛保底 真正能救他的还是他自己 没有任何推路 所有人都知道健康的伦纳德很强 可是如果无法保持健康 那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要么在沉默中爆发 要么在沉默中灭亡 期待伦纳德下赛季表现吧